甜甜 怎么了 元宝哥哥 这里这里有个小黑丸 你换 只要你放了甜甜 我就不追究你方才做了什么 小黑丸 你这个 你这个大面粉精 大面粉精 娘亲 他可能在夸你很白 小黑乖 把甜甜放了 娘亲 这小黑兄弟好奇怪呀 小黑兄弟果然够江湖 儿子 那你的意思是 我追上去看看 元宝哥哥就是个小黑黑罢了 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说跟我做朋友 这些吃的我都给你 我还可以给你更多 朋友 就是我可以陪你一起玩 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我都可以给你分享 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也可以跟我倾诉 我会安慰你 谁敢欺负你 我就替你出气 你还会跑吗 我 我跟你做朋友 这才乖嘛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没有名字 怎么可能 每个人都有名字呀 我就是没有 你爹娘不给你起名字吗 你爹娘在哪儿 你怎么在太守府 你是什么人 我没有爹 我娘说我们被我爹丢掉了 我爹不要我们 我们不能出去见人的 不能出去见人 这是什么道理 就算你们娘俩被你爹给抛弃了 也不至于不能出去见人吧 你爹为什么抛弃你们 我也不知道 我娘说我们不能出这个门 我和我娘就住在这里面 我娘说我如果敢跑出来就打断我的腿 你娘为什么不准你出这个门 我不知道 我娘只说我如果出了这扇门 就会被母老虎咬死 你娘怎么知道外面有母老虎 我娘说我哥哥就是被母老虎调走了 你哥哥 你还有个哥哥 是啊 但是现在没有了 我哥哥被母老虎调走了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了 那你娘没说过你爹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 所以我没有名字 真可怜 既然你没有名字 那我给你想个名字可好 好啊好啊 我想到了 什么名字 有为 年轻有为 你以后一定大有作为 好的那我就叫有为了 光有了名不行 还得有个姓 赵前孙礼 周吴正王 我想到了 有一个姓氏绝对符合你 什么 赫 你肤色很黑 百家姓中其实是有黑这个姓的 但是不能念作黑 要读作赫 赫有为 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若是旁人问起你的名字 你就说你叫赫有为 我还给你起了个乳名 什么乳名 就比如说我的乳名是元宝 那你的乳名就叫做黑有为 黑有为 你觉得这个乳名怎么样 好的 那我乳名就叫黑有为了 你现在几岁了 咱们得看看是你比我大 还是我比你大 我娘说我这么大了 五岁 不是 是这么大 那就是五岁 哦 那我五岁了 你五岁 我快满五岁 这样吧 我也不可能喊你一声歌 就算我比你大吧 我才不要给人做小弟呢 就算我肯给人当小弟 皇祖父父王他们也绝对不肯呀 既然咱们结兄弟了 还是得拜一下靶子吧 儿 我娘来了 你快躲起来 为什么要躲 我皇长孙殿下 见了谁躲过 我娘很可怕的 你这个混小子 我喊你你听不到吗 你装聋作哑 是个哑巴吗 让你不要出来 你非要出来 看我不打死你 儿啊 你怎么不哭也不闹 你倒是说话呀 你哥哥已经没了 如果你再没了 娘可怎么活呀 元宝 怎么了 那小黑娃呢 娘亲 儿子 出什么事了 黑有为了 好可怜哦 黑有为 就是那个小黑娃 这孩子 看来是从小被打到大 他娘也是真狠心 先前周长风说过 前太守背着前夫人 有了私生子 黑有为说 他娘不让他出那扇门 说门外有母老虎 还说 他的哥哥就被母老虎叼走 再也没有回来过 他还有个哥哥 我明白了 娘亲 你明白什么了 你是小孩子 这事你不能听 周大哥 你可知前太守的私生子 如今多大了 诸儿今年二十四 那私生子少说也有十八九 约毛二十岁了吧 二十来岁 那跟黑有为的年纪 的确相差甚远 不知与黑有为的哥哥 年纪是否匹配 周大哥 那私生子眼下在何处 周大哥 你是不是知道内情 到底怎么回事 冥王妃 虽说家丑不可外扬 不管是不是家丑不可外扬 这事明显闹大了 周长风这丝 居然还想瞒住我 我家田田与小殿下 到底是女大不中流 将来说不准这俩孩子之间 咱们也不算外人了吧 所以就不算是家丑外扬 你知道就好 岳父的那个私生子 被岳母给 那私生子还活着吗 谁也不知 当年岳父和岳母 为了此事闹得很凶 我也是听府中老人说的 我听说当年岳母 生下猪儿时伤了身子 后来便再难有孕 岳父一心想要个儿子 所以才回 照理说 想要儿子延续香火 也没什么不对 前夫人为何会如此执拗 不肯原谅前太守 因为岳父一直瞒着岳母 当初岳母得知 自己身子再难有孕 曾提出给岳父纳妾 但岳父拒绝了 还说此生只要岳母一人 哦 我明白了 原来前夫人之所以心结这么重 是因为被前太守欺骗了 既然早有打算 又何必举着深情的旗子 岳母暴怒 那一次两人还大打出手 那回子 我与猪儿刚刚成亲不久 那回子 那孩子岳母十五六岁 反正带出太守府后 这意思是 那孩子被前夫人杀掉了 我们也不知道那孩子是死是活 反正岳母只说了一句话 说岳父还想与她好好过 就把那孩子交给她 那接下来怎么做 先派人寻那私生子的下落 我瞧着前夫人虽浑了一些 也不像是能狠下心杀人的人 那私生子应该还活着 冥王妃 这 这是 来 周大哥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你的小舅子 贺有为 快喊大哥 儿 娘 他们 他们不是我的朋友 他们只是路过 看见我了 才跟我说话 母老虎要来了 母老虎要来了 儿 快打娘身后来 娘保护你 母老虎是谁 是最可怕的怪物 她把我儿挑走了 她会吃人 她又被天打雷劈的 她把我儿挑走了 她把我儿挑走了 想必她说的母老虎 是前夫人吧 哦 我明白了 难怪你让我去调查 那个私生子的事 原来岳父居然有两个私生子 那一个就是被岳母带走的那个 嗯 微臣给明王妃请安 前太守 本王妃时间不多 所以我们就有话直说了 你到底有几个私生子 果然是为了这事而来 哼 前太守不想说 倒也不是我逼迫你说 毕竟你这些烂事 与我无关 不过本王妃丑话撂在前头 如今你后花园那院子里的事 已经快瞒不住了 都说纸包不住火 前夫人已经因此失去理智 在诸儿心里 你也是个伟大的父亲 到现在他都站在你这边 若知道你这些破事 想必前太守到时候会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成为孤家寡人一个 你瞒得了一时 还能瞒得了一世 既然明王妃已经知道微臣的丑事了 微臣也就不遮遮掩掩 既然明王妃知道了 微臣便实话实说 微臣的确有两个私生子 如今小的那一个与田田年纪不相上下 黑有为果然是他的私生子 果然是田田的小舅舅 前太守果然是老当义壮 明王妃啊 这这都是微臣糊涂 若第一个私生子是他糊涂了 那么黑有为呢 也是糊涂了不成 小儿子的娘是近些年精神才不大好的 那你就没想过 怎么安置你小儿子 将那么小的孩子 交给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教养 就不怕害了孩子 哎 明王妃啊 我们府中行事复杂呀 我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 微臣自然会妥善安置他 只是 只是还未想到法子 就出了这么多事啊 许是我大儿子的事 刺激到了他娘 所以才会变得疯疯癫癫的 就连我靠近小儿子 也会被他打出去 我也是无可奈何呀 这回子知道无可奈何了 你那大儿子到底被前夫人怎么处置了 当真杀了吗 没有 但我也不知道他把大儿子送去了哪里 当年他把大儿子带走后 回来也疯疯癫癫癫了一段时间呢 谁 前夫人吗 明王妃啊 微臣知道您足智多谋 还望明王妃眼下 替微臣想一个折中的法子呀 明王妃 您既然见过那孩子了 那孩子与小殿下一般大 还望明王妃 你这是在道德绑架我 你的私生子 凭什么与我的儿子相提并论 本王妃今日过来 可不是为你解决麻烦的 而是要问问你 你那大儿子在何处 我也不知啊 这些年夫人也不肯告诉我 你早说不知道不就得了 前夫人 你若不想自己 做了个被蒙在鼓里的乌龟大王吧 就做起来 好好与本王妃说话 明王妃 此话何意 此事说来话长 所以咱们长话短说 我知道前太守有个私生子 被你带走了 你带去哪里了 把他怎么样了 是谁告诉他的 前夫人 我没时间等你缓过神 若你不告诉我实情 有朝一日 你们太守府被人一锅端了 可别怪本王妃没有提醒过 我 我把他送去京城了 果然如此 为何送去京城 明王妃 既然您知道了 臣妇便交代了 我 我便将他送去京城 我姐姐嫁了 我姐姐一生无子 我让他把这孩子 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 不但给孩子改了性命 入了他们汪家的族谱 也算折断了那孩子 与我们前家的关系 那么这些年来 那孩子从未回过柏原县 应该没有回来过吧 太守府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 绝对不是毫无原因 这事儿 我会吩咐人去调查 你好生养病 但万不可告诉任何人 臣妇明白了 娘亲 怎么了儿子 他死了 死了 怎么可能 瞧着他已经死了好几个时辰了 尸体都硬邦邦的了 但我送花友围去隔壁救浅 也不过半个钟头的事 回来时 他都还活着 怎么可能这么快 尸体都僵硬了 娘亲 我觉得我们要赶紧回京 这里不安全 嗯 等明日一早 我们便先启程回京 周大哥 伯元县已经不安全了 因此我打算 今日便带着元宝 启程回京 你们要走 怎么会如此突然 既然有怪事发生 您就更不能走了呀 若担心出事 我这就将太守府 所有侍卫都调来 保护你们 太守府的侍卫 周大哥 你真觉得在这种情况下 寻常侍卫能保护得了我们 这怪事并非是冲着你们来 我猜测 是为我和元宝而来 只有我们赶紧回京 才能将怪事 从伯元县转移 若那黑影 跟着他和元宝回京 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这样吧 我亲自送你们回去 得了吧 到时候指不定 还要我和元宝保护你呢 娘亲 我想带黑有为一起回京 明王妃 这黑有为 到底是岳父的儿子 我知道 黑有为 我现在再问你一次 你自己做选择 你是愿意随我们去京城 还是留在太守府 我不能离开我娘 儿子 黑有为的家就在太守府 他爹就是田田的外祖父 所以咱们不能带他回京城 小殿下请放心 我们一定会照顾好黑有为的 我立刻告诉岳父岳母 让他们要善待黑有为 元宝 翻过前面这座山 我们就能踏上官道了 好耶 我们终于可以见到父王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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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